臉上好大一塊傷口超明顯 中廣董事長趙紹康氣呼呼 左邊臉頰 額頭鼻子下方 全都長了帶狀泡疹 直指元凶就是藍白河 氣到說要拔杯交給老廳也決定 不只趙紹康對藍白河卡關很焦慮 第一線參選的藍鷹小雞更是心煩意亂 晚上我還有想那個問題 想到快三點才睡著 失眠 對失眠 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個件事情 就看報紙看藍白河有沒有進度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焦慮 就是因為這藍白河 已經談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儘快做一個決定吧 還有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私下抱怨 看到藍白河歹戲脫棚 只有一個字 煩 有小雞敲碗不如侯涵沛 藍白不能合就各自祝福 讓侯友宜跟韓國瑜搭檔出戰 謝謝大家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侯友宜笑笑接招侯涵沛 但藍白河會不會最後沒了總統大局 只剩立委合作 行政院政委張錦森就分析 藍白河可能變成朱柯河 區域立委白可能讓藍 而朱立倫將開放 柯文哲替自家參選人站台 朱柯正在玩零個人模式的自然氣爆 藍白河大戲共推總統參選人喬布隆 也讓藍營基層得了集體焦慮症 三星黃岩潔若博台北參謀道